988新闻线 立春的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恭喜发财 还是要跟大家说新年好啊 因为呢 今天如果你要说按照节气的话 立春就是节气之首 也算是一个大地回春 然后重新开始的一天 很厉害了 我每年的这个立春 我都是看到很多人在网上 就是有share的东西啊 那我自己其实对于立春这件事情哦 没有很 太大的一个感想 对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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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配合一下节庆的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啦 那当然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等一下还是可以去 存一下钱 被怀疑是脱病必审讯 那罗斯玛呢 他的颈部是疼痛 然后背部也是疼痛 住院的 从武汉回国的两个人里面是 其实他们有两个人是出现了症状 那全员整个飞机的这个成员 都是隔离两个星期的 第一位大马人确诊 曾经在师城跟中国人开会 是的 其实我国就出现了第一宗大马人感染五万肺炎的确诊病例哦 卫生部长足迹菲里今天就说 我国新增两起这个确诊病例 而其中一个人他是来自雪兰俄州的41岁男子 他在1月16号到23号期间呢 曾经去到新加坡出席一项会议 而会议当中出席的人当中就包括了有中国人 那这名患者是在1月23号他回来马来西亚之后 就开始出现发烧啊 咳嗽啊等等的一个症状 然后去到雪兰俄州的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再到2月2号就是前天的时候 就被送到双心毛诺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了 然后昨天证实感染上武汉肺炎 足迹菲里就说这个患者现在的情况是稳定的 那他的家属呢也是会被隔离14天 我国卫生部也已经去通报新加坡那边 毕竟是从新加坡那边回来嘛 所以会追踪整个会议上面所有的出席者 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刚刚我们有讲到今天是新增了两宗的病例 至于另外一个新增的病例 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人63岁 情况呢现在也是稳定 那现在我们国家整个情况累积下来呢 确诊病例已经是有10宗 那当中9个人是中国人 一名是马来西亚人 那与此同时呢 我国从中国武汉撤侨的这个亚航包机 今天凌晨5点57分的时候 是抵达了吉隆坡国际机场的 那随同的6名官员 还有20名的机组人员 将会就是带回 带回这些人 就是107名的马来西亚公民 还有他们的家属一起回来 但是这一批回来马来西亚的人当中 有两个人是出现了症状 就没有通过 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健康检测 在抵达了KIA的时候呢 就被直接送到了吉隆坡中央医院那边接受治疗 还有去隔离的 至于其他回来马来西亚的大马公民和工作人员 全部都是安置在隔离中心 要14天的这个隔离观察 证实没有感染武汉肺炎之后呢 他们才可以获准回家的 而副手上帮要自杀就是说 这批从武汉回马的人士 他们在登机之前 全部都是有经过中国的检验 检验的一个程序 才获准登机的这样子 然后今天也终于回到马来西亚 只是他们就需要 进行隔离了 没办法的 那现在我国用来隔离 这个武汉肺炎高危险群的地方 其实就在森美兰州 如来的高等教育领导学院 简称AKEPT 那这个地方呢就被冲作隔离中心之后呢 警方也会加强去管制这个禁区 然后守卫是非常深严的 媒体有报道说 现场可以见到 学院外面的守卫处是有路障检查 还有除了执法单位和相关部门人员 可以通关之外呢 其他人士是一概不允许进入的 那现在的情况呢 是有的地方可能感觉看起来 局势有点严峻 那沙拉越州今天是强烈建议啊 凡是在过去14天前 曾经去到中国的沙巴人或是西马人 意思是说除了沙拉越人之外 其他各州属的人 如果在14天前这段期间 你有去过中国 不要来到沙拉越州 除非你先在家隔离14天 就确保你是没有任何武汉肺炎的症状 否则不要去到沙拉越州 这是他们发出的一个很强烈的建议 那其实较早前呢 沙拉越州他们已经去禁止 在过去14天里面 曾经去到中国的外国人 去就是到访沙拉越州 之前是针对外国人 但是现在已经是针对所有马来西亚人 就除了沙拉越州之外 其他州属的马来西亚人 一样是禁止进去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可以说是重创我国的旅游业 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基本都看得到 一些旅游景点 可能人数也开始减少了 像是这个云顶马来西亚就有说 中国旅行团已经取消了 他们度假村和一个阿瓦娜酒店 二月份的预定 同时呢 他们公司也成立了应变小组 每一天他们会召集两次的会议 来监测一个情势 随时随地就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护所有客户和员工 也减少新型冠状病毒 也就是所谓的 武汉肺炎传播的风险 那当然关于旅游的部分呢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 默阿默丁可达比 今天也做了一个宣布 就说旅游部会寻求替代外国游客 来平衡中国游客 因为武汉肺炎而大幅减少 来马来西亚所蒙受的一个损失 对那今年呢 毕竟我们是这个2020年旅游年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真的是重创我们的旅游业 所以旅游部呢 就会炒你一个短期快银的 还有一个长期策略 就是这两个这样的策略 协助国人还有国家旅游业 克服现在的问题 那旅游部锁定替代 外国旅游的这个游客呢 基本上就是包括了欧洲啊 东亚啊 然后中东地区 澳洲以及我们的东盟邻国这样子 那同时呢 有关当局也是会在这个时刻 就是大力的去促销 就给promotion哦 希望就是有本地的这个旅游配套 来刺激国人展开本地的旅游 因为很多人开始担心说 去乘搭飞机 因为机场那边是一个高危险的地区嘛 所以就是足地足地马来西亚这样子 大家也在国内走走啦 如果你担心的话 不出国的话 那国内还是很多很好的景点 值得你去探索的啦 那说到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啊 国内冒销部长赛富丁 今天也有向民众派定性玩的 因为呢之前市面上不是有出现很多 抢购口罩的一个情况 那他就有说他们也就是冒销部 已经要求进口商要提高这个口罩 还有相关材料的进口 也希望本地的口罩制造商提高产量 确保国内口罩供应充足 那他也希望民众不要抢购口罩 不满 不然的话你就引起社会很高的一个恐慌 那大家不要抢购啦 你有需要才去购买就好 对就买你需要的 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刚刚我们update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情况 再来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是怎样的 OK看到香港今天稍早前就出现了第一宗武汉肺炎死亡的个案 这名死者是一名住在黄浦花园的39岁男子 他本身是患有一个长期疾病的 那这也是继菲律宾之后 是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境外死亡病例 就是今天出现了在香港那一边 无论如何他们的专家就表示说 这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率依然是低于SARS的 那与此同时在香港那边 其实现在还有个很严峻的情况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务人员展开了第二阶段的罢工 继续是向政府那边施压 希望可以全面封关 以应对疫情的 预计呢是就是有很多人会参加 9000个人会参与 那对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说到 希望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可以回心转意 去谨守他们的岗位 因为今天看到了这个医管局那边就讲到 他们今天早上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医务人员是完全不够的 新生婴儿病房是缺乏人手 而且他们的急诊室 也只可以处理一些紧急的个案而已 大家都是在面对疫情的一个情况下 出现不同的状况 而在澳门那一边呢 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有个宣布就说 他们会暂停博彩业和相关的娱乐事业半个月 那澳门到现在其实就有 10宗的武汉肺炎病例 特首贺一城就表示 有鉴于第9宗个案的患者 跟第8宗的患者他们曾经接触过 那澳门就可能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 所以当局就做出这个决定 也就是关闭这些娱乐场所半个月 那他有说澳门政府会保留这个紧急服务 公务员是不用上班 但也不是假期 部分人士还是需要留在家里办公的 OK 再来看日本方面 早先在香港那边确诊 有感染武汉肺炎的一名男子 他就曾经乘坐邮轮 那这个邮轮呢 现在是回到了日本的横滨一个码头附近 那有关当局是进行大规模的检疫 全船3700多人是不准下船的 那这一艘邮轮的名字叫做钻石公主号 这个邮轮呢 现在就是停在了横滨的港口那边 那日本的当局呢就派出了几十个人去登船 然后去检查船上人员的情况 如果是看到任何有发烧的症状的话呢 就要接受武汉肺炎的检测 如果呢检测是呈阳性的话就要被隔离 而整个这个邮轮这么大的一个邮轮会完完全全彻底的消毒 那今天呢这时候也有一个比较新的update 就关于我们的邻国一水之隔的新加坡 其实出现了有限度的本土传播事件 新增有六起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中 有四起的患者是没有去过中国 就是说他们是在新加坡里头感染的 已经就是在内部传开来 人传人的事件了 这四起的病例当中呢 有三起他们是跟来自中国广西的旅行团 有过密切的接触 另一起呢就跟其中一起人传人的病例 是有密切的接触 所以现在新加坡的这个病例总确诊 病例呢是有24起的 对刚刚信蕊他就在就是整理这个新闻的时候 发现到说除了中国之外呢 新加坡是排在第三 就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24起 那排在第二的呢 其实就是泰国那一边了 那看到其实也是我们邻国嘛 在印尼政府那边 他们就已经暂停从中国进口 饮食产品 就防范这个武汉肺炎可以传入境 那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禁令呢必须马上的执行 因为受到肺炎感染 还有死亡的人数 看到说一直在增加 而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发现 这个病毒的免疫方法 这个传播方式 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传播方式 这样子 泰国方面呢 现在也有下令说 各单位会关闭海关 禁止中国的农产品进口 同时呢也要禁止泰国的农产品 出口到中国 目前其实中国就是泰国农产品 最大的进口国 所以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貌销部就像民众派定新闻说 会确保口罩供应充足吗 那你觉得以下哪一个做法 是更能够稳定民心 这是国外的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 就一般上我这样子跑几个地方 这个药行 其实真的是买不到口罩 而有的地方是直接把那个牌子 放在那边讲说 Mask No Stock 对 Out of Stock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现在 就是貌销部也知道说 人民担心的地方 那所以就派了这个定心丸 那现在我们给的这个 现在波呢 就是提供两个地方 就是除了马来西亚 除了外西亚 两个地方的一个做法 你觉得哪一个做法 是比较好的呢 第一个就是像新加坡那样 他们政府是派口罩给人民 这个选项你又选择love 如果你觉得这个选项不错的话 那另外一个就觉得 要像台湾那样 实名制的限制购买口罩 就选择wow的选项 实名制的意思就是说 我去登记的话 要用我的IC number 这个真的是我的真实名字 你要用 买的时候要写名字就对了 不然的话就是 我劝劝买了一盒 等一下过一个小时去买一盒 所有东西都是躲在我家 所以那是不可能出现 现在在台湾 而且他们还限制就是说 用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 来限定你是135去买 还是246去买 所以就真的是用很严谨的方式 去堵住这个口罩 不要让大家一直在囤货 这样的情况 好 欢迎你去到988的官方 Facebook那边去投下你的选项 当然下一段回来 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 国内的其他课题 包括前首相夫人罗斯马 他昨天呢 就是临时请病假 没有出庭啊 到底他情况怎样 下一段回来告诉你 进入晚上7点47分 你好 我是冠贤 你好 我是湘君 我们刚刚在这个Facebook Line这边呢 有跟大家说 力存存钱的好时间啊 如果大家想重文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988的脸书 看直播 嗯 没错 那我们现在来跟进一下 除了这个武汉肺炎之外 马来西亚的一些国内其他的新闻 就看到了前首相夫人罗斯马 昨天早上啊 就因为生病 临时请了病假 导致他是涉及的 沙拉越州学校 电工舞弊案的审讯 是开不成了 那罗斯马到底是怎么了 大家非常的关心他呀 他的这个代表律师阿克贝丁 今天就证实说 罗斯马是因为颈部 还有背部疼痛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就是之前 进入了一个私人医院 接受治疗 至于罗斯马要住多久呢 阿克贝丁是暂时没有办法确定的 那据说罗斯马是昨天晚上 大约10点多 才在纳吉 也就是他丈夫的陪同下呢 住进一所私人医院 有消息说 纳吉会陪伴妻子 度过整个治疗期 好恩爱呢 也对啦 一定要在旁边 确实确实 那说回昨天法庭上的一个情况 代表罗斯马的辩方律师 加吉星 他在审讯之前呢 就向法庭呈上一份 至期就是日期 是在前天2号的医药报告 向法庭说明 罗斯马身体不舒服 所以没办法出庭 那加吉星就有说 你不要公布这个罗斯马医药报告内容 不然的话 我的当事人很尴尬 但是这个没办法接受 罗斯马缺庭的控方首席主控官 哥巴斯里南呢 他却公然的 就直接念出了报告的内容 他投诉罗斯马 你是脱病逃避 那哥巴斯里南还点出 既然罗斯马过去5年 都有这样的疾病了 那他应该一早就通知法庭啊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 应该要上个星期就接受检查 那他还补充说 既然罗斯马不合理缺庭 那个法官就应该要撤回 给罗斯马的保释候审批准 直接把他关进监牢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他比较能够出庭 那对于这件事情 加吉星就很震惊 他批评哥巴斯里南的 这个建议太极端了 其实法庭上还有一段小插曲的 这个加吉星就说到 罗斯马的病情很严重 可能是有生命的危险 那高庭法官就问这个加吉星说 到底是从哪里知道 罗斯马的生命是受到危险呢 加吉星回应说 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回应 他说我是通过谷歌搜寻 才知道的 那法官就笑说 啊 谷歌 谷歌医生 谷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小插曲 那这加吉星还真的是 向法官提呈一份 打印出来的谷歌搜寻资料 里面就写着说 严重缺乏或不够肾上腺素的 这个肾功能危机 有可能会威胁性命 需要马上的就医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 没有针对谷歌有什么批评 不过之前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的医生真的是跟我讲说 不要胡乱上去谷歌那边 search然后自己吓自己 是吗 我有遇过医生写了一个term 谷歌 Thank you 他叫我自己去了解那个 学术语是什么意思 他就不要告诉我太多 他的意思是说 但我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哪里痛哪里痛 我想我是不是这样 我像谷歌找 还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医生跟我说 不要去谷歌那边找了 然后自己吓自己 这样的情况 好了现在说回罗斯 因为他在医院治疗 我们还是要祝福他早日康复 这样可以早点回到法庭 去接受审讯 那他的丈夫纳吉 今天也是没办法 好好陪伴妻子治疗的 他还是到法庭去报道了 因为今天是SRC案件审讯的 第75天 也是第17天的被告抗辩环节 纳吉就已经在今天下午 完成了共证 而辩方接下来 就会传照其他的证人上庭 做供的 纳吉在法庭上面 他是再次的坚持 自己无辜的 也说没有证据证明 他将这个款项 汇入个人的银行账户 纳吉也形容 他所面对的指控 是一个很荒谬的指控 因为这意味着 他等上三年 来获得有关的汇入 而在政治上 一个星期已经很长了 更不用说是三年 到时候可能都已经下台了 他表示只有一个白痴 才会等上三年来获得这个报酬 那纳吉也有说 自己是被富商刘特佐操纵的 包括了Mbank前官员在内的其他人 是合作去诈骗SRC国际公司 这样一个指控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为了要证明清白 其实纳吉也连续两天 在高厅里头做伊斯兰单方宣誓 那就说他从来没有索取贿赂 也不知道这个4200万令吉 流入他的个人银行账户 这件事情 OK 那除了关心一下 纳吉的审讯之外呢 也来关心一下纳吉的政党 也就是巫统 巫统内部发生了一些纷争 可以看到这个巫统宣传主任 三苏安努亚 今天就谴责党最高理事 就是这位以前的红人 叫洛曼的这位 他就因为说 洛曼公布党主席阿莫扎西 在闭门会议的谈话内容 他认为洛曼这样子做事 不负责任的举动 他还说到 旷且主席只是提早给党员一个预告 希望从中获得党内领导的一些意见 三苏安努亚还说到 既然巫统还没有针对 跟这个土团党合作的事件 做出一个最终决定 那怎么就可以当主席 已经是背叛了巫统这样子呢 他就直言说 洛曼冲动的形式是不专业 还有会影响巫统形象的 而且就会引起党基层的混淆这样子 是 那三苏安努亚 他也是有以巫统在去年7月 一个会议上面的决定来提醒党员 任何人如果要和巫统合作的话呢 只有党主席是可以直接对外发言的 而且他强调 巫统绝对不会和行动党有关的 希望联盟合作 那巫统有自己的原则 还有理念 这点他绝对是 他说绝对是不会被典当的了 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啊 这个巫统最高理事洛曼 就向党主席阿莫扎西开炮 直接批评阿莫扎西 就是说他软弱啊 他还企图跟首相马哈迪合作 因此是不配 就是担任巫统主席 就觉得他应该要辞职 那洛曼还公开了一段录音 最近真的是很流行公开录音啊 就披露到说 这个阿莫扎西突然出现在一个会议上面 还提出四个理由 说明为什么要求巫统跟马哈迪合作 这样子 那洛曼提供的录音 听起来呢 像是这个阿莫扎西的声音 但是没有明确的表示 是希望跟马哈迪合作 那有关的这个声音的主人 只是说想要拯救巫统 不想在野党呢 被抛在后头 OK 现在VOT 这时候要说回有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个疫情的消息 因为呢 这个疫情来了 大家就去抢口罩 然后各个地方的政府 都有推出自己的一个政策 一个方法 那今天我国的贸交部也有向民众派定心玩说 会确保口罩的供应充足 那你觉得以下哪个做法 更能够稳定民心呢 对 我们提供两个地区的这个做法 分别就是好像新加坡那样 政府派口罩给人民 或是像台湾那样 实名制的去限制购买口罩 结果其实还蛮接近的 59%的朋友认为说 应该像新加坡那样 直接由政府派口罩给人民 赚了59% 那41%的朋友认为说 应该像台湾那样 实名制的去限制大家购买口罩 大概就是接近一半一半了 好 好像Josie就觉得 实名制限定购买口罩 是不错的做法 因为这样呢 可以确保口罩是给 有那个证件的人购买 不怕给游客买到完 OK 看到Edward Wu就说 不过新加坡有钱 还是自己买吧 这样子 最重要是每个人有的买 就是要禁止出口这样 OK Singnam就觉得市场很难买到口罩 觉得那些买口罩的人 好像是用来收 他就质疑啦 到底是用来收 还是用来戴的 OK 看到Anna Tamer就说 什么都要免费的那种感觉 他就说 他觉得应该实名制去 限制大家购买口罩 就不怕大量的捐出国 李燕说他买不到口罩啊 这是个问题 OK 看到PHCM就说 每个人应该要注意好 自己的卫生习惯这样子 好 春威也是有觉得 囤货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 但是他也没有讲说 哪一个做法 他比较 不要买账啦 不要买单 那Alicia Punk 她是在分享 现在自己面对的问题 她说根本买不到口罩 还有Sandardizer 跟我面对的问题一样 她就说 还讲什么稳定明星 不过现在政府就是希望 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包括说会增加那一个 就是口罩的产量 春威他觉得 应该要彻查 谁大量的买下口罩 不然 尤其是因为有一些人 来发这个灾难财 他觉得应该要充公那些 就是囤货的人 然后这样子 其他人民才可以得到 使用这个口罩 他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啦 春威力也是说 囤货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就是讲到底 因为没有实名嘛 我买了之后 等一下我过一个小时再去买 这样子你也不能阻止我 那意思是这样的情况啦 现在应该是要好好解决 这个情况啦 不然大家买不到 其实也心满不安定的 你懂吗 那个感觉 刚才我们就是一听说 隔壁有口罩了 那个货来了 然后我们就过去 结果一过去 就已经没有了 好快 本来就是对方那边 已经是有限定说 有同事买到嘛 他就讲说是已经有限定 一人是可以买爆的 我看到另一位 同样是有关疫情的一个情况 他说卫生部长从头到尾 只说邻国没有说新加坡 为什么我们说新加坡 其实后来呢 记者追问下 他有说就是今天马来西亚第一位 确诊病例的男子 他确实是去到新加坡 出席一个会议 而刚刚我也看到新加坡政府那边 也回应了 确实他在新加坡一家酒店里头 有跟一些人会议过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追查 到底这名男子还跟谁接触过 确实因为政府那边已经有讲说 他们也是去通知了新加坡那边 双方去做了一个沟通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 就是询问是非常好的 在预先在这个资讯太多的情况下 有时你不确定的时候 可能就是去找出来 到底整个情况是怎样 也可能会错过了 当然我们尽量的在新闻线 也会给大家整理一整天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的 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 非常谢谢你们的关注新闻线 我是冠闲 我是湘君 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守着988 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